好 另外來看是我們的獨家新聞 這是在台北市建國橋下的建國花市跟玉市 雖說只隔了一條馬路 但是租金是天差地別 建國玉市每一攤租金不到30塊錢 而花市一攤要385元 落差高達10倍 一個路段為什麼會有兩種待遇呢 來聽聽看都發局怎麼解釋的 每到週末假日 建國花市人生鼎費 充滿無限商機 對面的建國玉市民眾挖寶買古董 人潮就是前潮 但兩邊不只商品種類不同 連場地管理上也有落差 每到週末才會開放的假日花市和假日玉市 雖然同樣都位在建國橋下 但是兩者之間的攤位租金卻大不相同 雖然同樣位在建國橋下 花市和玉市只隔一條馬路 不過根據了解 建國花市攤位租金以天際費 一個攤位385元 而建國玉市每個攤位卻只要不到30元 兩者租金落差高達10倍之多 兩者土地都是由市府提供 建國玉市的部分 平日作為收費停車場 由停管處夜管 六日開放攤商使用 比照停車費計算 收取展售場地使用費 而花市則是開放空間 由農會向攤商直接收取土地 使用租金 如同商品一分錢一分貨 雖然同個路段出現不同收費標準 背後是否另有原因 引人聯想 但市府方面基於場地特性不同 暫時不會進行調整 記者薛剛志祺宏寬 台北採訪報導 記者薛剛志祺宏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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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薛剛志祺宏寬